如何挑选简单易懂的教材呢? 我们先从一个单字一页的书开始哦 好,那因为老师这种书比较少 老师会比较喜欢买字卡 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书也是会有的 这个在之前的亲子共读里面有介绍过 像这样子一页一页的 像第一个,Happy Excited Angry 好,那它其实它后面背面也是有哦 Peaceful 这样子的书 那也会有像 这样子的 像秋天 一页一页,而且这个还可以摸的 所以它这种叫 Touch and Feel Book 好,Leave Turkey Pair 像这样子的书 让孩子认识单字 渐渐的在增加单字量 增加它的剧情的长度 以及故事的难易度 再来 如果我们已经可以认识基本的单字了 然后要增加它的量 我们也可以从像这样子 之前老师也有推荐过这本书哦 主角在这里 好,那这样子的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三个字一页的 五个字六个字一页的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句子的概念 不会太难 这样子里面也不会有所有的 看不懂的单字 它相对的就是比较轻松 用愉快的方式向课外阅读 这样念给孩子听 好,那如果像想要有一点故事内容 有点长度 因为老师也有学生就说 哦,结束了哦 怎么那么短 那就可以选择像这样子的书 主角在这里 我拿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个 然后呢 它其实它这里啊 有一本书哦 就是这本书 If you give a mouse a cookie 主角就是它 好 那它也有出一系列的书 If you give a mouse a cookie 那它就会里面就有讲到说 就是如果你给它饼干的话 如果你给它一个饼干的话 故事的开头像这样子 就会怎么样呢 它就会跟你要一杯牛奶 He's going to ask for a glass of milk 然后呢 因为你给它牛奶之后呢 它就会跟你要吸管啊 所以这个 小朋友就会很期待 想要继续看下去 故事的内容很有趣这样子 好 那像譬如说 后面有Pete the Cat 还有Pete the Kitty 好 一个是小幼猫 小猫 像这样子 它们也有出像这样子的书 Play Date 这个字量是不是稍微就比较多一点 但是它也有出像动物的书 就是很简短很简短 所以它可能或许 它的有一些系列是有两三句话的 甚至是一段话的 也有系列是可能像三句话 或是一个字 都可以去做挑选 那如果譬如说小朋友很喜欢这个角色啊 他就会渐渐的会想要去看他其他的书籍 那我来下一个介绍的是 Elephant and Piggy 很喜欢 也是在书店 然后看到说 它的故事简单易懂 然后角色又 长得很好笑 所以呢 今天不介绍他们的书 之前老师有介绍过 像以前老师小说最喜欢的就是 Rainy Day Activity Book 就是说 下雨天啊 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出去玩 然后我们就要在家里 以前没有那么多的游戏可以玩啊 或是网路的时候 像这样子的书 它就是一个Activity Book 就是有可以很多 做很多不一样的连连看啊 或是 或是一些小游戏在里面啊 这个也是老师刚去编译商店领回的书 因为一直都 很多书都好想买哦 然后这个啊 就可以就是陪孩子在共读 这本绘本的时候 然后 做的额外的就是因为喜欢 他们这个角色里面就 你看 就有可以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啊 又可以画画 又有劳作可以做 那像以前小说我就很喜欢啊 那我就觉得说 那我买这本 让学生也可以体验看看 他们除了很喜欢这个角色以外 还可以用英文去做劳作 还有画画 这样子的 也不错 好 那他 比如说他们也会就是 做同一个作者 那我喜欢他 这个作者的话 我就会买他相同系列的书籍 像这个 他就说 他们要假装 是他们两个嘛 其实长得不一样 对不对 他们是Elephant and Piggy 然后这个呢 是Herald and Hog 就不一样 然后假装是他们 也是一本新的书 老师就去做天狗 所以很多人都会很好奇 老师买什么样的书 真的就是老师喜欢的书 然后或是作者 然后再去买他 出的新的书 这样子 好 那像这个也是他出的书啊 这就还蛮好玩的 That is not a good idea 就是好像做这件事不太对哦 不要去做哦 不是一个好主意 好 那这个也是你看 一样的作者 然后呢 他们就是 老师之前也有介绍过 就是鸭子跟那个 鸽子Pigeon 这样子的故事 也有去买他 其他系列的书 所以就是你喜欢这个作者 觉得会把它看完 也可以去借来看 像图书馆 或是去书店翻一翻 但是还是希望说 家中有一些读物 让孩子才可以说 阅读给他们听 床前的故事啊 每天播出一个时间 固定的时间来阅读给孩子听 来共读 好 然后呢 如果小朋友年纪比较小一点的话 可以从像这样子的音乐书开始 这也是从学生家 就是学生他自己也有这样子的书 然后学生非常喜欢 老师就自己跑去买 那可能他会出一系列的 可能十本 或是二十本 那我可能就会从中挑选一些 自己喜欢的 还有学生很喜欢的 那我就唱个两句给大家听 他的书名是 Walking Through the Jungle 那他会搭配一个歌曲 所以我说 很适合年纪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 Walking Through the Jungle What do you see? 那他会重复 I think I see a lion ro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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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sing after me 追着我这样子 所以这个小女生在逃跑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书就是他会介绍很多的动物 然后像这个狼啊 小朋友就很爱啊 他就会 哈我哈我 可是他这个是他的声音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不会这样念 会念 哦哦 这样子念 然后小朋友就会 看着你 然后模仿你 这样 然后有图片搭配声音 然后再来有节奏感的音乐 其实小朋友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书哦 好 那其实老师的书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只是说挑选几本就是推荐给大家 我们可以从简单的 一个字的到三个字的 再一句话 两句话 三句话 然后自己喜欢的作者 他们有时候也会出一些比较简单的系列 然后或是有稍微有点难的一些系列 也可以去看 那书局其实到处都是 网路上也有非常多的介绍 老师自己也有一个社团是推广阅读 好推荐好作者好作品的 那这些都是免费的 然后就是只是推荐 也都没有业配 所以这些就是也不用有压力 就是去多看看多听 然后买一本两本先试试看 跟孩子共读 那觉得哎 不错哎 再去添购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今天老师简单的分享 让不知道如何开始 不知道挑选教材的家长 那有这样子的 给你的idea 这样子好像比较知道说 要往哪个方向去 去试试看 然后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留言跟老师互动哦 那喜欢这样子的影片分享 也帮老师按个赞分享 OK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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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